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仍在进行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据台北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深陷罢免危机 国民党要如何帮助韩国瑜度过罢免风暴 近期的江韩慧备受关注 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竞选时及当选后多次提及 国民党全党要帮助韩国瑜度过罢免危机 如今更是传出江启臣要南下与韩国瑜见面 关切韩国瑜眼前面临的罢韩困境 言商因应之道 确保国民党在高雄的执政权 高雄市府新闻局长郑兆新 日前在接受电话采访未证实会面时间 只表示近期的江含会采取闭门会面 会后对外发布新闻稿 可能会谈重点将是区域发展均衡 与县市自治相关议题 但据台北报道 高雄光德寺主持元季 今日江启臣韩国瑜都会到场 倒计活动后有可能是江含会时间点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昨日表达了协助化解 罢韩危机责无旁贷的立场 表示会配合国民党中央 协助韩国瑜挺过难关 至于党内 不论是新上任的中常委 还是县市议员都纷纷表态挺韩 呼吁团结化解 罢韩危机 好 关注完了江含会 我们接下来再将视线来转向美国 美国白宫请愿网站 3月12号出现这样一个联署请愿案 声称希望美国提名台湾流行 疫情防控中心负责人陈时中 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顶替现任总干事谭德赛 对此岛内有网友讽刺道 又在搞笑吗 不是我要吐槽 有可能吗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4号报道 一位姓名缩写为AL的人士 12号在白宫的WeThePeople网站 发起请愿 该请愿书声称 陈时中在台湾抵抗新冠病毒方面 表现出色 有能力领导世界度过危机 美国应根据所谓台北法案 采取行动 提名陈时中取代谭德赛 担任WHO总干事 但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该请愿案可谓是漏洞百出 内容中不但出现多处语言错误 还未意识到美国参众议院 虽通过所谓台北法案 但仍需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后才正式生效 目前还未生效 报道还提到 美国无法依所谓台北法案 让台湾参加WHO 更别说提名陈时中担任 世卫总干事 对于这个请愿案 有岛内网友忍不住吐槽 又在搞笑吗 不是我要吐槽 有可能吗 还有网友表示 联署就可以成为世卫秘书长 我笑了 把白宫当神在拜吗 连让你进去世卫都做不到了 还要去管世卫 咬尾巴也就算了 怎么这么丢台湾的脸 还有网友批评称 全世界都在抗议 1450民进党网军 还跑到美国白宫网站 抢位置 闹笑话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 14号通报 当日下午一艘山东威海级货船 在台湾海峡南口附近海域沉没 船上有13人遇险 目前已救济10人 14号15时26分 汕头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告 一艘山东威海级散货船 在台湾海峡南口附近海域沉没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 随后启动应急响应行动 协调南海救助局 汕头海市局等搜救力量 前往救援 并通报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 协调东海救助局 派出直升机前往现场 目前搜救行动 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是帅兵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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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